哈喽,大家好,我是Fish,今天我又再来分享一些东西了,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我很久没有出现在这个银幕上那边 好,给布洛说,今天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个Gopro Hero 7 为什么要讲Gopro Hero 7呢,是想分享这些,我有问过的货品,我希望说你们也可以买来用,可能来帮助到你们,可以拍摄更多的好的活动 让我们重新再介绍它一次,Gopro Hero 7,它里面只给你什么呢?就是这个壳 对吗?如果你们有Gopro Hero 7,或者是Gopro Hero 6,你只有这个壳给你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它的Cable 它的Cable,USB Type-C 这个去USB 3x0 你买的东西,基本上是,你会用到这个 OK OK 第一样,我想要分享的就是,你们应该买它的原厂 Gopro Hero 7的原厂Battery 所以,我有很Bad的Experience,就是用这种Dert Party的Battery,导致到我的主机,整个烧坏去 所以,我还是推荐你们买Original的Battery 它Original的Battery,如果说 你放在里面 对吗? 你又有另外一颗在外面 然后你又要用 这个 又不能Charge,对不对? 因为它只给你 Cable,直接主机Charge 你又不能Charge 这一颗外面 多出来的一颗,所以呢 你就是要买 另外一个东西 第二样的 什么想要表达的是 Charge 你一定要买一个Charge 就是 你可以把 这个 两个 Battery 直接 放在这边,然后Charge 这个 我用了大概 两个月这个Charge 过后我就觉得 其实这个Charge 你Charge的不是锁很快 所以我就再去上网查 XXX的 我去看到了 这一个 它是Type-C的 你的Charge是Type-C的 所以 你又有Cable 又有Type-C的入口 所以 比较好 同样的 你也是 放进去 Type-C Charge也比较快一点 OK 这个Charge也比较快一点 因为Type-C 接下来 你有这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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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要什么呢 你就是要有一个 POWER-BANK 为什么要有POWER-BANK呢 因为你的POWER-BANK你可以直接 插进这里 Charge 这是Type-C的 Cable 你也稍待一刻了 看到吗 然后 直接Charge的 你是可以用的 所以方便 还有 一颗电池 大概可以用 顶多 顶多 顶多两个小时 所以两颗四个小时 加你这个POWER-BANK 大概八个小时 多方便 好 接下来 我想要分享的是什么 就是 你不需要买 这种 GIMBEL 稳定器 因为 它的 Electronic Stabilizer 是很好的 你只需要买一个 登登登登 这种的东西 来 这个是上脚脚 来 放着 带它出门 就可以了 很Stable 你只要这样子拿着 为什么要建议买这个呢 因为这个可以分三段 你可以拍Vlogging 自拍 这样子 自拍 多好 Hello 如果咸太长 你还可以熬 短 这样子 翻起来 放下 这边 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脚 这个有很多功能可以拍 就是 你可以拍很低的地方 你的手伸不到 这个可以帮助你 就是你很低的地方 看不到的 或者是你把它弄松 这个也弄松 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cream 小型的 所以推荐一定要买 这个不是原厂的 所以如果大家只是想要买来玩玩 不妨 不妨可以买一下来试一试 一分钱一分 所以想要好的就买原厂的 原厂的比较好 这个 就拿来玩玩而已 好 好吗 接下来 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买什么呢 就是要买一个muff 来 就是这个 基本上 基本上如果你们有玩过 2 3 GoPro Hero 3 2 1 它会有熟 但我发觉到好像是 GoPro Hero 5 6 7 好像都没有熟 但我确定是 7是没有熟 下面也是有一个 screw的那个 就给你 attached在其他的accessory 因为你来的时候是没有的 所以你去一定需要 你一定需要的这些东西 你才可以搭配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 你的 Gorela Port Gorela Port也是很重要 对我来讲 因为 你可能有些地方是 不平的 譬如说你想要去海边 拍 那边有很多石头 然后你就是想要放在那边 来拍一个很好的angle 这个 这个 就是需要这种 Gorela Port 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不错 你可以拿来拍 Vlogging 这样子 你可以拍Vlogging 我觉得不错 这个也是推荐的 这也不是原厂的 不是Joby的 所以 只是我拿来示范给大家看而已 Joby的 现在是 Test Time War Vlogging的 这个 镜头 所以我 不能抽给大家 这个 放在树上 倒着 放在栏杆上 这样子 来拍你的东西 好 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 accessory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 你们需要拍 比较有趣的画面 比较好看的画面 比如说 很多人都会用 这个GoPro来拍 Timelapse 对吗 但是你Timelapse 如果你这样子放着 你放你的这个 放着 你的画面就是 你的画面就是 同一个画面 然后东西在走着 所以 接下来的 accessory 你应该买的就是 一种东西 就是可以旋转 这个 就是也是很便宜的东西 不妨上网看一看 这个 就是一个timelapse 就是它会往这边走 就是你排着Timelapse 慢慢走 所以你的Timelapse 会看到的画面就是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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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是 排那种 4K Timelapse 那你又可以把 你的画面 放Zoom大 走 是不是会 比较有趣的画面 你排的时候 for你的timelapse 但是这个 便宜化 但是便宜化咯 所以它只能 一边而已 就是走 单近这边 Until 去 这里 就不能走了 所以它不能去这里 所以你的画面的timelapse 是这一点 但是也不错啦 就是 登马来玩玩 一直排弹到那里 OK 这样 接下来 接下来 很多东西想要介绍 接下来 就是 很多人 现在都喜欢把这个 GoPro 来当成一个 Vlogging的工具 就是这样子的Vlogging 但我也觉得 如果我这样子拿来 这样Vlogging 其实是不错 它声音 它的声音收声的 是比 GoPro Hero 6 还要好 可是 有些要求 就是想要 它的声音 比较好一些 所以 就是要推荐 你 某些东西 你就是要买 另外一种的 Casing 这种的 这种的 Casing 不会有说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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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面是有种 Hotshoe Hotshoe 可以给你放Mine OK 这个不会说很贵 可以上网 不妨查一查 好 这样子放下去 然后 你的Mine 是这边的 在这边 然后 接下来 是需要你们买的 就是这个 这是 买 不建议买 故意的 这个也是便宜的 但是我觉得 它的Quality还不错 这个是Boya 我没那么多的 挖着去买 ROOT买 所以我只买Boya 这个Brand 我觉得不错 Hotshoe这边 放进去 锁起来 然后 它是一个 Headphone Jack 3.5 Headphone Jack 而 你要收声的是 Type-C 往这边放Type-C 嗯 同样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没有 那么多的Budget 所以我没有买原产的 我只是随随便便去买一个 转接器 converter 这一些东西 就是 你有Headphone Jack 去这个 Type-C的 Headphone Jack 去Type-C 听到什么 哼 好了咯 你的Vlogging 然后 你再放下去 这个 三段 三段夹 脚脚 Type-C 带它行走天下 这就是 哇 平常是Vlogging的工具 看到吗 这样Vlogging 懂得好 嗯 可以带你去出门呢 好 接下来 这些全部 都用完了 当然就是要 Edit你的 Video 对吗 就是你的这个Video 所以接下来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其实要的还是1颗K 就是这个 这个是 USB Type-C 去Lightning 为什么我会买这个呢 因为 我用的是iPhone 所以它是Lightning 去USB Type-C 你直接进去 copy一份 在你的电话 然后你就直接去 你的这一些 Quick 里面 Edit一些 你觉得好看的画面 你放上去你的Instagram 你的Facebook 或者是你的YouTube 觉得不错的 好 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很基本 大家所需要的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所需要的 而又不是很贵的S3 所以不妨大家去上网查一查 价格 可以的话 就买来玩一玩 会把你的画面拍得更好 和有趣 OK 我觉得今天我就讲到这 底为止 下次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 更好的播的光明 好吗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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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